由於不堪 嚴重虧損香港國泰航空 在今天宣布將在香港總部裁員600人 撤銷約190個管理職位跟400個非管理職位 分別佔管理層25%跟非管理層18% 地勤人員 機師跟空服員則是不受到影響 國泰航空表示 希望在危急存亡的關鍵時期 能夠節省開支 讓公司得以起死回生 大部分的重組行動將於今年底前完成